第381章走投无路,赵祖,神算子起身望着白小纯,迟疑了一下,可还是咬牙开口,赵祖,我也要走了,我们都在这里,这么下去的话,终究难以解决生存的问题,你看,白小纯一听这句话,眼看这些人都要去各谋出路,顿时着急了,一样站起了身。 你们别走啊,你们是我的护道者,是我带来的啊,你们走了,我怎么办,白小纯急到,尤其是他此刻不但宗门给的零食,甚至就连自己储物带的零食都花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众人离去,让白小纯心里很受伤。 你们是我带来的,你们要养我啊,白小纯试图挽留,纵缺在一旁冷哼一声,无情地转身,他准备自己做任务,去养活自己,此刻迈着大步直奔灵宅大门,没有丝毫停顿,直接离去。 缺而,白小纯急切地呼唤,可却没有任何回应,神算子正要跟随而去,却被白小纯一把抓住手臂。 神算子,我以后不叫你哼哼子了,你别走,白小纯可怜兮兮地望着神算子。 赵祖,我也没办法,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想到,这星空道急踪居然这么难生存。 我打算出去给人算命,争取让自己活下去,神算子嘴上如此开口,可心中却是愤愤,无限地怀念你何踪,一想到是白小纯把自己拉入火坑,他就无情地一甩袖子, 向着白小纯一抱拳后,快速地向着大门走去,眨眼间,就走出灵窄,消失不见。 你们太过分了,白小纯怒道,在他想来,宋缺与神算子,不讲道义,二人若是早走几天也就罢了, 偏偏等自己这里临时都快空了的关键时刻,就这么地扔下自己走了。 就在白小纯气愤时,陈滥瑶倾咳一声,也站起了身,看了看白小纯,叹了口气。 不怪我没有做好判断,少阻,我还是去找找熟人去吧,若是有缘,我们彩虹上相见。 陈滥瑶说完,也不等白小纯回答,就身体一晃,飞出灵窄。 白小纯眼看陈滥瑶居然也走了,他整个人有些抓狂起来, 这陈滥瑶是主动来找他,让他带着来此地的,可眼下竟也扔下自己。 气愤之余,白小纯看到徐宝才与张大胖还在,心底略有安慰。 哼,他们愿意走就走,还是大师兄和小宝你们讲义气,你们放心,我,白小纯心底感动。 一拍胸口,正要说些豪言壮志时,徐宝才尴尬地站起了身。 少阻,我,你干什么,快坐下,白小纯一看徐宝才这个样子,内心咯噔一声,就要去阻止, 可徐宝才此刻已坚定了信念,整个人都快空了,近乎哀求。 少阻,你放过我吧,我,我不想饿死啊,你看看我,我们这些理,就属我现在最虚弱了,我都皮包骨了, 我担心这么下去,我会成为第一个饿死的修士。 你大慈大悲,放我走吧,少阻,你让我走吧,徐宝才哭丧着脸,拉着白小纯的袖子,眼巴巴地说道。 白小纯一脸悲愤,看了徐宝才半赏,长叹一声。 人各有志,你要走,就走吧,多谢少阻,徐宝才感动,飞速逃出灵宅,到了宅子外面后, 他立刻就看到了在不远处的神算子,二人相互看了看,走在了一起,飞速前行,直至离开到了一定的范围后, 二人彼此黑黑一笑。 拉宋却心气高,不太喜欢变通,估计是真的觉得待不下去了,哪像咱俩,终于离开了魔爪啊。 神算子得意的开口时,从储物袋内取出一块铃肉,扔在了口中。 不过我们这么做,会不会不太好啊,毕竟我们的身份还是护道者。 徐宝才迟疑了一下,也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块铃肉,大口地吃了起来。 简然,他二人的身上,还有不少存货,毕竟之前的几天吃的都是白小纯所购买。 这也是没办法啊,这么下去,一定会饿死,而且以小组的手段,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大家先把自己养活好,日后在彩虹上相见就是。 神算子也迟疑了一下,想了想后,安慰自己道。 二人又交谈片刻,彼此抱拳一拜,各自离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 而此刻的邻宅内,只剩下了白小纯与张大胖二人,张大胖坐在那里,看了白小纯一眼,叹了口气,闭目打坐。 白小纯很是气愤,可却没办法,看到张大胖陪着自己,他心里很感动,可又过去了一天后,张大胖终于忍不住了,在这一天的黄昏,他来到白小纯面前。 九胖,大师兄你,白小纯顿时紧张。 九胖,不是大师兄不管你,实在是这么下去,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我打算出去帮人练龄,你放心九胖,等大师兄我发达了,一定回来找你,以后我养你。 张大胖一人开口,说出的话语,让白小纯说不出丝毫挽留的话语。 最终张大胖拍了拍白小纯的肩膀,深吸口气,似带着某种神圣的使命,走出了灵宅。 此刻整个灵宅内,就只剩下了白小纯一个人,夕阳下,他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伴赏之后,长须短叹。 走了,这些人都走了,白小纯垂头丧气,回到了房间内坐下,感受着肚子内的饥饿,发起愁来。 我该怎么办啊?好饿,白小纯眼看天色渐晚,只能外出用所剩不多的零食,买了一些补充消耗的食物后,又去看了看城池内对于吃衣弟子发放的任务榜。 那里面的所有任务,都具备一定的危险性,虽然对白小纯而言,以他的金单修为,完成起来没有什么风险,可这些任务的奖励太少了。 白小纯算了算,以自己的消耗,他若是想要活下去,那么需要每天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完成任务才可以,毕竟以他的金单修为,消耗的程度要比其他人大了很多。 若是换一些奖励高的任务,则危险的程度也随之增加。 白小纯看了半晌,没了主意,哀声叹气地回到林宅,此刻小乌龟也醒了,从储物带内爬出,狐疑地看了看白小纯,似有些诧异自身居然睡了这么长时间。 白小纯也没心思理会他,或许是这种不搭理的态度,让小乌龟这里没有怀疑白小纯,想了想后,就缩头不见。 又过了几天,白小纯多次外出,寻找养活自己的办法,为了减少消耗,他只能将自己修为压制,不露一丝一毫在外,这样的话,才可以让消耗降低到最少。 只是任凭他如何去想办法养活自己,却发现在这城池内,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有人在做了,尤其是任务出那里,更是如此,即便是白小纯想要去接任务时,也都发现接任务的弟子太多了。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为何当初来此地时,看到这城池内的人,大都是面黄鸡兽,又为何一个个修为都怪异,显然都是与白小纯一样,整日压制之下,几乎成为了本能,又在这浓郁的灵力干扰中,彼此看不出强弱。 我堂堂金丹休士,难道要饿死在这里?白小纯悲呼,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他的双眼已经冒出了绿光,储物袋的零食已经空了,食物只剩下了不多的一点,再这么下去,他就只能吃灵草了。 毕竟他的储物袋内,还有不少炼药所需的各种灵草,就算是拿出去卖,也可以卖一些贡献点回来,在这城池内,贡献点与零食一样,可以交易。 这么下去不行,该死的,这星空道极宗太邪门了,对于弟子居然这么苛刻,我可是金丹啊,我还是质子,他们就真的不担心我饿死吗? 白小纯郁闷,他甚至都想过去抢,可却打听到,在这星空道极宗内,一旦出现此事,惩罚极其严重,于是只能放弃,此刻思来想去后,他狠狠一咬牙。 没办法了,只能用我最擅长的方式来解决了,我。 我要炼药,第382章超级壁骨丹,就算是会出什么问题,我也不在乎了,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我要炼药,炼制出一枚。 吃下后,可以好长一段时间不会饥饿的丹药,他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做超级壁骨丹,白小纯红着眼,右手一拍储物袋,立刻从储物袋内取出丹炉与火石,放在一旁后,他的呼吸变得沉稳,此刻满脑子响的都是超级壁骨丹。 这时间有一种人,具备一种特质,压力越大,爆发力就越大,白小纯就是这类人,而且还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 实际上在这座城池内活下去没有白小纯想得那么难,尤其是对一个金丹修士来说,更是很简单,他要么感冒着一定的危险执行几个大的任务,要么就是每天争抢大量小任务,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让他在这城池内,慢慢累积。 一两年后,不说他会过得有多滋润,至少节省一番,还是可以凭着贡献点晋升黄衣弟子,飞升彩虹。 可白小纯不愿去做任务,更不喜欢冒险,于是把自己饿得双眼发花,在这强烈的压力下,他的爆发力,也在这超级壁骨丹的链制上,得到了飞跃。 仅仅是四天的时间,白小纯在不眠不休中,在不多的一点食物以及灵草的边角维持下,终于在脑海里,将超级壁骨丹的丹方,创造出来。 超级壁骨丹,凝聚天地之精华,吞下后,可让人一段时间内获得补充,将体内的消耗压制下来的同时,也会让这浓郁的灵力,在体内转化一番,成为柔和,可供吸收。 白小纯激动,此刻他的身体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可目中的光芒却是明亮,在完成了超级壁骨丹的丹方后,立刻就进行了实践阶段。 终于,在三个时辰后,第一炉超级壁骨丹,顺利出炉,虽只有三粒,可仅仅是气味,就让白小纯再闻了一口后,竟感受不到饥饿。 哈哈,我白小纯真是个天才,我成功了,超级壁骨丹。 白小纯无比振奋,拿着三粒丹药,他欣喜若狂,刚想要吃下时,忽然迟疑了一下,想起了自己炼制的丹药,曾经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诡异知识。 那个,还是测试一下为好,白小纯愁愁半晌,狠狠一咬牙,走出临宅,卖了一些草药后,换来不多的贡献点,去买了一只临机。 在灵宅内,他将一枚超级壁骨丹位给了灵机后,仔细地观察,直至第二天时,确定这只鸡没有任何问题,反倒是精神极为旺盛后,白小纯更激动了。 看来我是真的成功了,白小纯仰天大笑,赶紧继续炼制,很快的,他就炼出了数十粒超级壁骨丹。 这种丹药,我自己吃的话浪费了,相比丹药,我还是更喜欢零食。 白小纯琢磨了一下,觉得此丹或许可以拿出去卖,于是带着期待,冲出了灵宅。 唯有将丹药卖给任何店铺,白小纯在这东城人流最大的一处广场上,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处位置,盘膝坐下后,在面前放下三个丹瓶。 每个丹瓶内只有一粒灵药,随后他又不惜以自己的修为,融入玉碱内,使得玉碱散发出强烈的光芒,折射出五个大字,漂浮在四周,五光十色,璀璨无比。 超级壁谷丹,做完这些,他就盘膝打坐,等人钱来购买。 为过多久,就有人路过白小纯身边时,被超级壁谷丹这个名字吸引,围观看了起来,渐渐的,此地人数越来越多,都在凝望,失而议论纷纷。 超级壁谷丹,为听说有这样的丹药,在这空城内,于这特殊的环境下,居然还敢拿出壁谷丹来卖,此人若不是骗子就是一个疯子。 哼,在这里,任何壁谷丹都没有丝毫用处。 议论的人不少,甚至问价的也有,在白小纯爆出了一百贡献点一粒的价格后,却没有任何人来购买。 白小纯也着急了,正琢磨自己要不要便宜一些时,人群内走出一个甘瘦的汉子,此人身体很高,似曾经魁梧,可眼下却消瘦无比,不过目中却有寒芒闪耀,让人看了后,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汉子的煞气。 他并非一人,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小童,这小童面黄肌兽,双眼无神。 在这大汉出现后,四周立刻安静,有一些修饰下意识地就退后几步,四任时这汉子,不敢招惹。 超级壁谷丹,一百贡献点吗?这甘瘦的汉子双眼眯起,看了看丹瓶后,又看向白小纯,只不过此成之人都在压制修为不露出来。 这汉子也拿捏不住白小纯的修为,只不过凭着感觉判断,白小纯应该是住机后,他的目中寒芒更多。 若是真的有效,一百贡献点给你有何不可,但若没效,今日你若不时被赔偿于我,定让你好看。 这汉子森森开口,不等白小纯反应,他又手猛地伸出,一把拿起一个丹瓶捏碎后,将里面的丹药取出,直接扔到了身边的小童口中。 这小童麻木地张开口,直接吞下,这一幕,立刻引起了四周人的关注,白小纯神色如常,可心中也在紧张,他倒不是担心那大汉,此人在他看去,也就是住机大圆满而已,他哪怕再饿,一手也能碾压。 他紧张的,是这丹药的效果,就在这所有人的关注下,那小童原本神色呆滞,可突然地,他猛地睁大了眼,身体竟在这一刻颤抖起来,这种变化,立刻让四周人更为凝望。 渐渐地,四周观望之人竟全部睁大了眼,露出不可思议与阵阵失声的惊呼。 这,这怎么回事,天啊,这超级壁骨丹,居然真的有效,这怎么可能,在这四周人的失声惊呼中,只见那小童原本干瘦的身体,居然肉眼可见地恢复起来,血肉生长,也就是几个呼吸的功夫,居然成为了一个肉嘟嘟的少年。 哗然之声,吸气之音,瞬间在这四周强烈地传出,就连那甘瘦的汉子此刻也都身体颤抖,呼吸急促,双眼内露出震撼。 千药,这是,这是仙药,大汉猛地一把抓向另外两个单瓶,可就在他抓去的刹那,白小唇眼睛寒芒一闪,看了过去。 大汉脑海轰的一声,守在半空停顿,竟不敢放下丝毫,他有种强烈的危机,似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若自己敢去抓单瓶,那么等待他的,将是雷霆怒杀。 此单,是白某用不死草链制出来,价值非凡,之前一百贡献点即无人问津,还有人不信,罢了,从现在开始,此单三百贡献点一枚。 白小唇淡淡开口,九百贡献点,我全要了,干受的汉子深吸口气,没有任何迟疑,立刻扔出身份欲减,划过去九百贡献点后,赶紧将那余下的两个单瓶收走。 此周众人纷纷着急,可却没办法,但就在这时,白小唇甘咳一声,从储物带内又取出了三瓶。 也就是一炷香的时间,整整三十粒超级壁骨丹,被众人哄抢一空,白小唇这才收了贪,被着手,得意地离去。 空横,神算子他们想要自谋出路,却不知我白小唇只需略微出手,立刻九千贡献点到手。 白小唇越想越是高兴,拿出自己的身份令牌,神识融入后看着上面记录的贡献点,心满意足。 我现在是吃一弟子,记献十万贡献点后,可以成为成一弟子,而想要离开这空城,飞升彩虹的话,需要的是黄袍弟子,这需要的是。 记献出一百万贡献点,也不多吗?白小唇很是傲然,摸了摸肚子后,毫不迟疑地就去了一家专门制作零食的客栈。 在那里,他一个人点了足有五人份的零食,一顿狂吃后,觉得人生如此美好,这才挺着肚子回到了灵宅,带着对未来的憧憬,继续炼药。 第383章引起关注,一夜的时间,在白小唇的兴奋下,他首次发现自己对于炼药,又多了与以往不同的痴迷,终于在第二天清晨时,白小唇炼制出了快五十粒超级壁骨丹,于是兴冲冲地离开宅子,去了昨日的广场。 这一次,他几乎坐下后刚把丹瓶放出来,就立刻有大量的修饰冲上前来,彼此你争我夺,如同疯狂搬来购买。 五十粒超级壁骨丹,在短短的时间内,直接就被一扫而空,白小唇都愣了,仔细想了想后,也明白了为何会如此。 相比于此城昂贵的零食,壁骨丹的价格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其效果之好,让人无法不动心,不过白小唇想了想后,还是决定不涨价了,他觉得大家都不容易,而自己赚取贡献点的速度已经够快的了。 可在第三天,白小唇路过一家店铺,居然看到里面也有卖超级壁骨丹,价格进到了3000贡献点,他立刻就诧异了。 再次来到广场时,这一次他还没等坐下,只是刚刚来到广场,立刻就有七八个修饰快速靠近,居然争抢着要一次性购买今日的全部零药份额。 这一幕让白小唇警惕,观察之后,发现这些人都是东城一些店铺内的修饰,显然在他这里买完后,会在店铺内高价售出。 白小唇立刻就不乐意了,于是说出了新的购买规则,一个人只能买一例,买两例的话,价格翻倍,三例再翻,可效果却不好,毕竟空城内最不缺的,就是修饰了。 最终无奈,白小唇索性也不再去理会,很快的,过去了七天,白小唇的贡献点,也已经积累快到了十万。 与此同时,在这七天中,超级壁谷丹在东城已经开始了小范围的轰动,不少人都听说了这个丹药,尤其是东城内的一些组织,更是关注了此事。 整个空城,有无数大小组织,都是修饰之间拉帮结伙形成,而其中范围最大的,也是最强悍的,则属天空会,近空垄断了天空城内近空八城的店铺,传闻其背后有天人家族坐镇,如同私产,无人敢惹。 而此刻,东城内,天空会在这里的负责人,并非一位,而是三人,这三人都是在空城中很有名望的成衣弟子,眼下,三人难得地出现在了一起,于一间密室内,彼此都神色凝重,望着放置在他们面前的三眉。 超级壁骨丹,三人各自拿起,都在观察,彼此一言不发,似在等待着什么,不多时,有人在密室外拜见,三人这才抬头看去。 直接密室外,走来一个老者,这老者满头白发,身上充满了药香,走来时,这三位成衣修士都起身,神色带着客气,似对这老者很尊敬。 老者拜见一番,没有说废话,直接一直放在三人面前的超级壁骨丹。 此丹,蕴含了123种不同药力,相互混合后,变化无穷之多。 老夫这一生,所见不多,而且这丹药内,实际上的药草,却只有19种,以19种药草,变化出100多药力,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炼药之法。 能炼制出此丹之人,再要到总体上或许还不如我,可在这草木的变化与相生相克中,已在老夫之上。 老者慢慢开口,墓中还残留着精益,他之前研究这丹药数日,早就被这丹药撼动了心神。 能否推演出炼制方法,我们自己来炼制。 三个成衣弟子里其中一人,忍不住问道。 看来是我没说的让你们明白,这么说吧,在这之前,老夫从来没听说过超级壁骨丹,而研究之后也发现了,这丹药的丹药,不属于老夫所知晓的任何一类,虽有瑕疵,可服下后没有大碍,最多伤先元气而已,很快就可补充回来,能让一个修饰在至少半个月内,身体消耗达到平衡,所以基本已能确定。 这是自创丹药,自创丹药,你让老夫去推演炼制。 老夫还做不到,不过,我倒是可以尝试改良一下,将一枚丹药变成树莓。 只不过效果会差一些,弊端会更严重,老者目中露出一丝精芒,看向三人。 三人沉默,这丹药效果如此好,那么一旦发展下去,势必对整个空城的临时销量,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这种影响若是扩大。 将是灭绝性的。 尤其是对于天空会而言,他们不希望看到任何改变。 如此一来,若能掌握单方还可掌控事态,可若掌握不了单方,那么此事就要阻止。 杀人之事有新空道集中规则,能避免还是避免的好,而且总部那边也是这个态度,所以此事就拜托孙道友了,找到卖单之修,能弄到单方最好,若弄不到。 哼,合作也可。 三人相互看了看后,其中两人目中露出狠辣,向着另一人抱拳。 与此同时,白小纯这里的生活,在这七天里极为滋润,那种贡献点积累的速度。 他自己都觉得心惊,而贡献点多了后,白小纯在这七天里,顿顿都是昂贵的零食,甚至路过法宝阁,还走进去一口气买了数件法宝,还有内甲之物。 最让他动心的,是在这空城内,还有专门贩卖凶兽坐骑的店铺,那里的坐骑分为三六九等,最贵的近高达数百万,就算是便宜的,也有十万之多。 白小纯去看了后,越看越是喜欢,想起自己这几天在城内,偶尔能看到的一些修士,骑着坐骑出行时,那威武不凡的模样,顿时心里如小猫脑一样,只不过囊中羞涩,他忍了好久,终于没忍住,花费了近乎十万贡献点,买下了一头寻常的战兽坐骑。 尽管只是寻常的坐骑,可对于绝大多数此城的修士而言,这绝对是奢华了,此寿足有三十丈长,看起来如一条巨大的鳄鱼,眉心有三目,全身临甲,极为争鸣,修为更是堪比住击初期的样子。 坐在这鳄鱼的背上,白小纯耀武扬威,耳边听得战兽粗众的喘息,还有踏着地面的轰轰声,一路在四周众人羡慕的目光下,直奔临宅而去。 等过几天,要换个住的地方了,这里已经不适合我的身份了,我要住洞府,最好的洞府。 白小纯得意地想着时,忽然双眼一鸣,看到了在自己的林宅外,有一个穿着成衣的修士,正被着手站在那里。 此人的身后,还跟着七八个赤衣弟子,一个个都精神饱满,修为并非内敛,而是扩散开来,使得林宅四周弥漫了威压。 只不过就算是那成衣弟子,也仅仅是住基大圆满而已,这些住基修士的威压,白小纯在确定了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后,就立刻不在意了。 在他看向林宅外的这七八人,这些人也看到了白小纯,尤其是那位成衣弟子,更是在看到白小纯后,双眼同样凝重起来。 在这城池内,虽众人修为都习惯性内敛压制,可以他的修为,很多人他只需仔细查看,还是能感受其修为的强弱,只有住基大圆满的铜镜之人,他才看不透修为。 眼下,白小纯这里,他看不透,至于白小纯修为超越住基之势,他没想过。 毕竟整个空城内,看似人山人海,可实际上结单修士的人数还是太少。 毕竟,若有金丹的修为,早就用最快的速度去赚取贡献点,离开此地飞升彩虹了。 有些棘手,这城池修士眉头微微皱起,他也打探过白小纯的来历,可却一无所获,只是知道对方姓白,此刻略意沉吟,他眉头慢慢松缓下来,脸上露出笑容。 内心已决定,对于这样的修士,还是不要绕圈,直奔重点为好,毕竟超级壁骨单引起的事端太大,能合作的话,也是可以的。 于是在白小纯靠近时,他上前几步,抱拳一败。 可是白兄,在下周涛,天空会东城头领之一,有关超级壁骨单之事,欲与白兄商讨,做一笔双赢的合作。 第384章心机手段,怎么合作,白小纯坐在鳄鱼上,看向周涛,眨着眼问道。 在下欲买下超级壁骨单的单方,愿出十万贡献点,不知白兄可否割爱。 周涛内心有些不悦,觉得白小纯静在战兽上没有下来,可语气却不露丝毫。 不卖,白小纯翻了个白眼,身体一晃走下战兽,袖子一甩将战兽收入零售带内,正要进入零宅时,周涛上前一步抬手阻拦。 白兄,不卖单方也可,我们天空会来独家贩卖如何? 独家贩卖,白小纯看向周涛,实际上他这几天自己去卖,也有点烦了。 此刻听到周涛的话,琢磨着若是交给他们去卖,自己能省力不少。 我天空会笼罩全程,在下有把握,在几个月的时间,就可让这超级壁骨单,传遍全程。 到了那个时候,白兄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海量贡献点。 周涛笑道,白小纯想了想后,开始与周涛谈论了细节,直至一个时辰后,二人定下以300贡献点的底价,再加上最终卖出价一半的分成方式,确定了合作后,白小纯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很是开心。 周涛一样开心,二人相视一笑,发吓到是约定在预检上,又送入星空道集中的公正阁做了仲裁。 临走前,周涛笑着问道,不知白兄明慧,我们既已合作,大家以后要多熟悉一些才是。 叫我白药师便可,白小纯抬起下巴,小秀一甩,傲然开口。 周涛迟疑了一下,微笑点头,告辞离去,就这样,在之后的日子里,白小纯的炼药,越发的疯狂起来,炼制的数量也从之前的50粒,变成了100粒。 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这100粒灵药,每一次周涛来拿取时,都会直接给出3万的贡献点,至于之后的分成,则需等售出后才能拿到。 时间流逝,很快又过去了7天,在天空会的势力下,短短的数日,超级壁股单就轰动了整个东城,在东城完全引爆,其功效之好,让无数东城的修饰疯狂,哪怕价格被炒到了极高,可依旧有大量修饰购买。 至于零时,也出现了跌落之势。短短的时间内,东城修饰之间谈论的,几乎都是这超级壁股单,而且白药师这三个字,也在天空会的友谊传播下,被东城不少人知晓,很多人都知道,白药师,就是超级壁股单的炼制者,而天空会,只是代寿而已。 白小纯觉得有些不对劲,想要去阻止时,周涛却送来了天空会第一批分成的贡献点,总有数万之多,且告知白小纯,此后每天,都会有这么多时,白小纯立刻振奋无比。 可实际上,他并不知道,他的超级壁股单到了天空会后,在天空会的药师努力下,不惜代价,不惜成本,生生地将一百利变成了三千利,使得其弊端无限地扩大。 如此一来,白小纯这七天给出的虽是七百利,可实际上卖出的,却是两万多利,只不过多出的那些,并非卖给东城,而是被送去了西、南以及北城,短时间内,白小纯根本就无法知晓。 而白小纯的贡献点,也首次突破了二十万,他在这振分中,索性直接寄陷了十万,成为了成衣弟子。 穿着成衣弟子的衣服,他坐在战兽身上,玉气风发,带有一种壁骨单在手,天下唯有的霸气,可正走在街头,白小纯傲然天地时,突然地,在前方传来阵阵惨叫之声,白小纯诧异,站在战兽身上仔细一看,立刻看到远处近有一个修士, 突然摔倒在地,身体肉眼可见的急速消瘦,发出哀嚎。 这一幕,让白小纯一愣,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突然的,四周的人群内,静陆续的有人神色大变,突然倒地,一样身体急速消瘦,哀嚎不断时,白小纯有些紧张了。 怎么回事,莫非有敌人进攻,白小纯赶紧操控战兽后退,在回灵宅的路上,他骇然地发现,竟有数十人如此, 突然倒地,全身急速消瘦,尤其是当他看到其中一人,居然是买过自己的壁骨丹的修士后,白小纯觉得更不对劲了。 而这还只是第一天,当第二天到来时,东城内这样突然消瘦,仿佛一个月的饥饿突然在瞬间爆发的修士, 在数量上超过了一百人后,整个东城内,顿时出现了风波。 虽然没有人死亡,可这里面除了不多的一些人,只是元气掠伤,休息之后可以恢复外,绝大多数都是元气大伤。 这种事情,立刻就引起了这些修士的愤怒,而在调查之下,很快的,就找到了原因所在,所有突然销售之人,毫无例外,都是吃下过。 超级壁骨丹,至于元气掠伤以及元气大伤的区别,倒也没有人去在意了,大都是认为个体差异的不同,而所有的矛盾,在这一刻,都被人刻意地引导之下,指向了。 白小纯,超级壁骨丹是假的,那白药师是个骗子,该死的,我们在这里本就很辛苦了,他居然还骗我们,哪怕有门归在,我也要灭了这白药师。 那些吃下丹药后,陆续发作的修士,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还没发作的部分人,他们的愤怒,同样在被引导下,大范围地爆发出来,更是暗中有不少钱藏在内的修士,也在这一刻引导舆论,更是同仇敌忾之下,引起了整个东城的愤怒。 这种愤怒引来的杀机,哪怕白小纯身为金丹修士,也都不可去撼动丝毫,这里不是逆河宗,而是陌生的星空道极宗,在这里,没有人会来保护他,一旦引起了众怒,必定是生死危机。 白小纯下得几乎魂飞魄散,好在他对于这种事情,在灵溪宗与雪溪宗内,有很多经验,早在这东城木火爆发之前,他就立刻整理好了一切,连夜逃走。 以白小纯的心智,他只是最开始被那突然拥有的贡献点迷失了一下,此刻随着清醒过来,立刻就意识到自己是被天空会坑了。 该死的天空会,我又没得罪你们,白小纯咬牙,连夜急迟时,很是狼狈,对于这次的事情,他的刺激很大。 那种在心机上被人玩弄的感觉,让白小纯觉得丢脸,他的目中露出强烈的怒意,不甘心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去。 当然也不会冒失地去寻找天空会之人,而是找到了几个吃下超级壁骨丹后发作之人,仔细地研究辨认之后,白小纯立刻明悟过来。 这些人吃下的超级壁骨丹,被改动了,不是我给天空会的丹药。 我的丹药,就算是有瑕疵,同样会发作,可只是元气掠损而已,稍微补充就可恢复,相比于这一点危害,长达半个月的补充消耗, 足以使人忽略瑕疵之处。 而天空会,改动了我的灵药,使得其危害增大的同时,缩减了补充消耗的时间。 可天空会,为何要这么做? 白小纯咬牙,展开修为急速地离开了东城,去了北城区域,到了这里后,他立刻发现,居然在北城区域,也有人吃下了超级壁骨丹元气大伤后,白小纯立刻脑海如油闪电划过。 我懂了,天空会作为空城最大的组织,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商铺,而这空城内,最大的利益是在灵石上,超级壁骨丹的出现,最受冲击的。 就是灵石,他们来找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贩卖,而是为了将超级壁骨丹彻底毁去。 白小纯呼吸加重怒意升起,此刻完全明白过来后,他的怒火更强。 有意思,不动竖法,不来杀人,只是玩弄手段吗? 这一点,我白小纯也会,天空会,你们给我等着。 白小纯咬牙,潜入北城,第385章在玉神算子,到了北城,白小纯改头换面租下了一处灵宅,花费贡献点,买下了大量食物后,整日在内打坐修行,等待外面风生过去。 寒门仰念觉,在这通天河的源头,星空到集宗内,只要有足够的食物补充消耗,那么就可以无休止地修行下去。 这里的天地之力,暗博的无法形容,使得白小纯的修炼,也突飞猛进,虽还是无法突破下寒,可却比之前,经验了太多。 如今他抬手时,整个手掌都可以散出惊人的寒气,隐隐地,似有一层重叠之影若隐若现,这正是下寒的特征,冰寒之影。 与此同时,对于不死金的修行,白小纯也没有放下,而是每天都拿出一定的时间去修炼,他的左脚第二指,已完全炼化,开始向第三指蔓延。 老祖说的没错,在这星空到集宗内,修炼速度的确快了好多。 白小纯感慨时,时间流逝,直至三个月后,有关超级壁骨丹的事情,才慢慢地消散,整个空城多数人都听说了超级壁骨丹的骗局,对于所谓的壁骨丹,都有了更深的警惕,很难再去相信。 如此一来,就已经算是绝了超级壁骨丹,即便是再有出现的,也都无人会相信,而且也不敢去尝试。 对于天空会而言,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不费吹灰之力,甚至还大赚一笔,就将这超级壁骨丹彻底灭绝,一切责任,都推到了那位失踪的白药师身上。 当然,对于那些受害者的道歉以及安抚,天空会做的滴水不漏,配合很多手段,使得对天空会自身的影响,微乎其微。 唯独对于没有引起众人出手,灭杀白小纯的事情,天空会有些遗憾,可也没太去关注,在他们看来,那只是一个有些天赋的钥匙而已,不值得天空会去太过在意。 在这场没有竖法的比斗中,白小纯这里,可以说是完败,而此时对白小纯的刺激,也是前所未有,若是斗法输了也就罢了,白小纯不会这么愤怒,可现在,在这种心智上的失败,让白小纯整个人都抓狂。 他有种被羞辱的感觉,甚至他都想过凭着羞维去碾压,可又一想,天空会那么大,自己一个金丹。 怕是很难撼动,依靠羞维,不算本事,我白小纯从什么地方跌倒,就要从什么地方爬起来,不就是心智吗? 白小纯恨恨地低语时,喝了一口百花灵酿,又吃了口宝玉灵米,这两种零食,价格不菲。 白小纯在东城时最喜欢了,到了北城后舍不得,三个月前买了不少。 此刻他看着自己的身份令牌,上面的贡献点,在这三个月里,已所剩不多了。 都怪我之前大手大脚,白小纯头痛,此刻他有些后悔自己寄陷了十万贡献点换取的成衣身份,也觉得自己买下那只鳄鱼兽时,有些冲动了。 怎么办,超级壁骨丹没法卖了,难道我以后的日子,要省吃俭用的同时,吃自己炼制的超级壁骨丹吗? 白小纯哭丧着脸,又吃了口宝玉灵米,越想越是对天空会气愤。 直至半个月后,白小纯的零食,已快要见空,贡献点也都所剩了了,可他还是没想出转贡献点的方法。 无奈之下,看出外面关于壁骨丹的风声一散,于是常看一声,先是用灵水洗了个澡,然后特意改变了一下容颜,准备外出一趟。 只能去把那鳄鱼兽卖掉,换些贡献点了,还有我身上这些之前买的法宝,以及那些装饰品,都要卖掉了。 白小纯有些舍不得,可没办法,于是走出灵宅,坐在鳄鱼兽的背上,穿着成衣弟子的衣袍,看似要五扬威,可实际上口袋比脸还干净。 在空城中,鳄鱼兽是最常见的凶兽,白小纯坐在鳄鱼的背上,倒也没有人会去联想到东城的白药师。 一路上,不少人看到白小纯后,东露出羡慕之意,更有尊敬,甚至还有一些成衣弟子,也是如此看向白小纯,毕竟在空城中,有战兽坐骑,这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标志,而且白小纯全身有宝光闪耀,一看就是身怀重宝。 可这样的目光,让白小纯更心酸了。 今天过后,我再出来,就没人这么看我了。 白小纯黯然神伤,连连叹息,决定这一次自己多在外面走走,这样的话,以后的遗憾也能少一些。 就这样,白小纯带着留恋与布舍,坐在鳄鱼身上,走在北城,直至晨午过后,快要黄昏时,白小纯狠狠一咬牙,正要前往灵兽阁。 可就在这时,他路过一处胡同口,一眼就看到有一个修士站在那里。 这修士手中拿着一杆大翻,被风吹起,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神算子,此人,正是神算子,此刻的他比当初离开白小纯时,明显的瘦了一大圈,整个人面黄肌兽,双眼无神,很是凄惨。 而且不少人从他身边走过时,根本就没停顿丝毫,神算子多次试图呼唤,可却无人理会,他的身影萧瑟,在那里目光带着茫然,仿佛魂都飞出了肉身。 这种凄惨的模样,白小纯看了后,也愣了一下,顿时同情可怜起来,一拍身下的鳄鱼兽,向着神算子走去。 还没等靠近,鳄鱼受那庞大的身体,还有脚部落下的轰鸣声,就让神算子身体一震,猛的抬头时,立刻就看到了面前这三十多丈长,极为威武的庞大鳄鱼。 这鳄鱼身上的鳞甲,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喘出的鼻息,更是让人心神震动,尤其是在这鳄鱼背上的白小纯,穿着一身橙色的衣袍,气色饱满,全身上下更是珠光宝气。 这一幕,让神算子全身猛的震动,双眼光芒前所未有,凭他这几个月的经验,深刻的知晓,如此人物,都是这空城内的天骄之辈,贡献点至少都有数十万之多,甚至有的距离寄生黄一弟子,也都极近。 这种人物,才是空城内真正的骄子,足以呼风唤雨,他这几个月曾看到过几人,每一个都是如此,让他不止一次的羡慕,此刻深吸口气后,他内心激动振奋,按道终于来了一个大主顾,于是打起精神,整理衣衫立刻上前,向着鳄鱼上的白小纯,抱拳一拜。 这位兄台留步,在下神算子,兄台可否听我一言?白小纯眨了眨眼,看着神算子,知道自己改变了样子,对方看不出来,于是故作深沉地嗯了一声。 他这一声,让神算子这里激动的身体都颤抖了,他没想到自己只是这么一说,对方居然就同意了,顿时有种热泪盈眶之感,在心里不断地给自己鼓励打气。 神算子啊神算子,你一定要争取让这位也满意,以此人的排场,一旦满意了,贡献点不会少的,甚至说不定能成为他的御用算式。 神算子这么想着,神色极为认真,双手掐绝,不断地计算眼前之人的命格变化,隐隐地,有阵阵波动从其身上散开,看起来很势不俗。 可算着算着,神算子的双眼就猛地睁大,身体微微颤抖。 不对不对,我算错了,怎么会算到他身上了,我再算一遍,神算子呼吸急促略有紊乱。 脸上露出无法置信,双手掐绝速度更快。 按赏之后,他的眼睛再次睁大,差点要鼓出来,仿佛见了鬼一样,猛地抬头,张开口指着白小纯。 你,你是,哼哼子,你怎么弄得这么凄惨,我以为我就够惨的了,没想到你居然比我还惨。 白小纯神色古怪,坐在鳄鱼上,看到神算子这个样子,知道对方还是有些本事,应该是算出了自己的身份。 毕竟当年在学习宗,对方算自己的时候很多,而且每次都很准。 白小纯,神算子整个人如被天雷轰中,倒退几步,身体颤抖,他之前算出十本就觉得不可思议,眼下听到白小纯的声音,他整个人都猛了。 看到神算子此刻的震撼,他心中无比得意,干渴一声。 脚点声,第386章还不纳头来拜。 你,我,神算子呆呆地看着白小纯,脑海嗡鸣,他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切,他就算是相信了看到的这些,也不愿去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他整个人彻底晕了,脑袋里如有十万天雷轰鸣而过,首先浮现出的,就是几个月前自己离开灵宅时的豪情壮志以及白小纯在后面不舍的呼唤。 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决定无比的准确,可现在,神算子觉得这个世界和自己开了一个玩笑,尤其是听到白小纯说自身比他混得还惨,这让神算子眼泪差点流了下来。 他看着白小纯全身珠光宝气,红光满面,还骑着鳄鱼兽,怎么看都不像是很惨的样子,心底各种滋味,起起涌上心头,甚至还有种强烈的不公平的感觉。 不由得回想起自己这几个月的凄惨,这几个月,他给人算命时少有人相信不说,甚至还引起了很多次的争执,以他的修为,原本是不怕的,可对方人太多了,于是只能东躲西藏, 到了这北城后,好不容易算是站稳,可却收入微薄,每天饿气氛的同时,还要给这附近区域的一个小组织送去固定的贡献点,换取在这里长久算命的资格。 讲到这里,神算子苦笑,接受了这个事实后,常叹一声,你这也叫惨,我觉得你都胖了,白小纯从鳄鱼兽上跳了下来,将鳄鱼收入零售带内后,站在神算子的面前,那一身珠光宝器与成衣弟子的衣袍,让神算子的呼吸极不自然,他可是清楚地知晓,仅仅是这衣袍,就需要寄现十万贡献点, 至于那鳄鱼兽,同样也是十万贡献点,甚至他有一次路过零售阁时,还曾羡慕不已。 我很惨的,你不知道,哎,我都两顿饭没吃饱玉零米了,已经有一天没喝百花零酿了,已经有大半天没有用零水洗澡了,你看,我的皮肤都有些汗味了,最近穷啊。 白小纯抬起手臂,无奈地开口,他说的这些是实话,按照他在东城的生活,那可是更奢侈,即便是到了北城避难,也都不愿自己太委屈。 神算子傻眼了,宝玉零米这四个字传入他的口中,让他的心脏加速跳动,那种零米,他听说过,可连闻都没闻过,价格之高,曾是他的梦想之一,可现在白小纯的话语所表达的意思, 只是两顿饭没吃。而百花零酿这四个字,同样让神算子心脏狂震,这是所有酒酿中最贵的了,平日里在他这几个月认识的朋友中,如果有谁能喝上一杯,都足以让其他人羡慕不已,可在白小纯这里。 他居然说一天没喝,这意思,岂不是说在这一天前,他天天都喝。 至于灵水洗澡,更是让神算子要抓狂,眼泪这一次是真的流了下来,尤其是他看着白小纯的手臂,很明显的,光滑无比,蕴含灵力,这不是修为带来的, 这是星空到集中特有的灵水的功效,可在身体外形成一层天然的防护,很是鲜妙。 不过这层防护的出现,太过奢华,只要有五天以上的时间不用灵水洗澡,这层防护就会消失了。 赵祖,神算子眼巴巴的看着白小纯,一脸的可怜兮兮。 算了,你毕竟是我带来的,我要对你负责,虽然你们当初无情的把我抛弃了,可我还是很大度的,以后你跟我混吧。 白小纯一挥手,很是大气的开口,他话语一出,神算子立刻感动得身体颤抖,这一次,就算是白小纯赶他走,他都绝对不走了,内心已经打定了主意, 是死跟随白小纯身边。 多谢少祖,神算子兴奋的一把收起大番,对于这个地方,再没有丝毫留恋了,赶紧来到白小纯身后,激动的开口问道。 少祖,咱们现在去哪?咱们去灵,白小纯迟疑了一下,还是准备如实到初,可话语刚说到这里,还没等说完,突然的,远处有三道涨红,急速而来,原本是要路过这里, 但似乎是看到神算子收了贪,于是这三道涨红一转,直奔此地。 刹那降临时,更有一个声音传出,神算子,这是遇到了贵客啊,这么早就要离开,也罢,今天的费用交了,你就走吧。 在这声音传来的同时,那三个身影出现在了神算子的面前,化作了三人,这三人都是中年,修为每一个镜都是筑基大圆满,目光如电,身体虽不算饱满,可却并非消瘦,显然在这里的生活,算不上最好,可也不差。 尤其是当中之人,更是穿着与白小纯一样的橙色衣袍,他目光在白小纯身上衣扫,又看向神算子,皮笑肉不笑地伸出手。 神算子面色一变,这三人他不陌生,正是控制了这附近小区域的团伙组织,其内有数十个修士,很是团结,垄断这片地方,任何人要在这里摆摊,都需缴纳费用。 神算子有些尴尬,他不想让白小纯看到自己这么一副样子,于是连忙低声开口。 那个,今天还没开张,我明天,我管你开没开张,一天十个贡献点,这是说好的事情,拿来。 三人中的一位赤色修士,皱起眉头,打断了神算子的话语。 神算子面色变化,有些心痛,他知道白小纯金丹修为,不会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可他还是要脸面的,不想在白小纯面前,太过难堪,毕竟当初走了不说,如今还需要白小纯出手解决的话,实在太难看了。 于是一咬牙,正要取出身份令牌时,三人中的诚意修士,固然笑了。 神算子,这么大的贵客,今天十个贡献点可不够啊,你把一个月的都交了吧。 神算子猛地抬头,目中露出目意,你们,别发火,你若不够,这位贵客既找你占卜,想来也不会吝啬提前支付一笔过来。 诚意修士皮笑肉不笑地看向白小纯,目光在白小纯身上的那珠光宝器上扫过,目出一丝羡慕与贪婪,可却不敢太过,他也看出了白小纯的身份。 似不一般,不过他与这样的人打过交道,知晓自己只要不是太过分,几百贡献点,对方是不会与自己计较的。 赵祖,神算子吃衣时,白小纯右手抬起,阻止神算子的话语,他的双眼冒光,此刻正带着强烈的兴趣,看着纳成衣修士。 有意思,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白小纯双目光芒越来越亮,看得纳成衣弟子有些发毛,他身边的两个吃衣弟子,也都吸了口气,神色严肃起来。 助姬修为,就敢收保护费,那我岂不是也能收了? 白小纯想到这里,顿时振奋,大笑起来,在他的笑声中,对方三人面色一变,知晓不对,目中目出狠辣,正要提前出手时,白小纯向前一步走出,右手抬起一挥之下,顿时一股狂风轰然爆发。 轰了一声,这三人喷出鲜血,身体被卷出数十丈外,神色骇然,失声惊呼。 劫单静,他们三人还没等身体落下,随着白小纯右手虚空一抓,立刻他们的四周,狂风载起,形成束缚,直接将三人刹那间,卷到了白小纯的面前。 我觉得你们缺一个头领,你们看我怎么样,我带着你们,一起打天下。 白小纯看着三人,认真的说道,他觉得自己说得很有豪情壮志,值得他们那头变败,毕竟自己刚才可是震了下虎蛆的。 这三人此刻瑟瑟发抖,欲哭无泪,呆呆地看着白小纯,脑海一片茫然。 就连神算子也都在一旁呆住了,放心,有我在,一定不会亏了你们,来来来,带我去你们组织的山门,我去见见其他道友。 白小纯兴奋地说道,他此刻已没了去脉战兽的想法,与这三人相遇,仿佛是打开了一扇白小纯内心深处的大门。 让他一下子看到了,另一种赚贡献点的人生,第387章至幻单,空城中,东城叫繁华,至于北城,有些偏远不说,其繁华的程度也弱了很多,大多数普通的修士,都是居住在北城内。 青龙会,这原本是北城区域内,一个小组织的名字,这名字有其霸气存在,可以想象当年创建青龙会的那些创始人,他们的豪气甘允。 可惜,理想与现实相差太远,青龙会存在已有百年历史,百年前他们占据了北城边缘地带的小片范围,百年后,依旧还是如此,没有丝毫的能力去扩张。 不过幸运的,是青龙会的山门,竟是一处洞府所在,这洞府规模还不小,一应俱全,甚至洞府内还有庭院水池。 虽这庭院有些杂乱,水池也都近乎干枯,看起来有些寒酸,可内部很是大气,作为一个小组织的门面,绰绰有余。 整天在这人数不到30的青龙会内,这些人依靠着自己这片区域的保护费,还有就是贩卖一些明面上星空到集中没有放任也没有阻止的敏感灵要来维持生活,虽算不上富贵,可至少比普通修士活得自在。 百年的时间,也送走了七八个黄袍弟子,眼下最厉害的,是当年的一个创始人,如今已是金丹初期的修为,在彩虹上,面着香火之情,时常照顾,才使得青龙会始终存在。 可如今,随着白小纯的到来,以其金丹修为,在走入这青龙会山门的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从这一天开始,青龙会。 一煮了,拜见头领,在白小纯与神算子进入这洞府内,阵阵快速地轰鸣声后,里面传出了带着颤音的拜见声。 白小纯得意地坐在这洞府的大厅上手,神算子一脸肃然,站在白小纯的身边,目中露出精芒,似咄咄逼人,俯视下方,此刻跪拜在那里,一个个鼻青脸肿,神色露出敬畏的修士。 这些修士都是助击,其中成衣弟子包括之前的那位在内,一共两人,都苦涩地向着白小纯抱拳。 大家自己兄弟,你们放心,有我在,以后咱们一起明镇空城。 白小纯一拍座椅,胸中升起豪情,下方这三十多人,一个个面面相去,不敢多说,只能继续低头。 白小纯心满意后交代一番后,越看这洞府越是喜欢,找了一个最大的房间后,住了进去,修行时,白小纯发现随着自己适应了星空到集中的浓郁灵力与消耗,自己的修行速度,终于开始了攀升。 尤其事不死金,更是明显,他顿时兴奋,赶紧闭关修炼。 而神算子这里,他对青龙会这些人说不上好感与恶感,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此刻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自动地帮助白小纯去打理这青龙会的账务,将青龙会此刻拥有的所有贡献点,统一收走后,统一管理。 青龙会众人敢怒不敢言,可却没有办法,白小纯的金丹修为,如同霸山,让他们无法挣扎,只能认命,内心多少也有一些期待,琢磨着自己的头领是在空城内少见的金丹修士,那么或许他们的生活,真的会从此不同,可这样的幻想与期待,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众人都傻眼了。 半个月过去,白小纯这里没有任何举动也就罢了,省吃俭用一些,以青龙会的收入,多养两个人也没事。 可是,白小纯太能吃了,顿顿都是零食不说,穷江玉叶更是少不了,甚至每天还要用淋水洗澡,这一切的一切,让青龙会的众人都悲愤莫名。 尤其是,当一个月过去后,就连神算子都有些撑不住了,他管理账务,眼睁睁地看着原本还不少的青龙会的贡献点,此刻锐减,顿时着急了。 头领饶命,我们辛辛苦苦的小本买卖,经不起您老人家这么吃啊,头领,这么下去不行啊,如此花销,怕是再有几天,青龙会就要把这洞府转租出去才可了。 青龙会的这些修士,一个个都快哭了,与神算子一起找到正在吃着灵机的白小纯,哭诉起来。 神算子也在一旁苦笑,连连劝说,白小纯听到这些人的话语,心底觉得不大好意思,他在东城时奢华惯了,如今到了这里,即便是省吃俭用,可在外人看去,依旧是奢侈无比。 况且这些日子,他的不死今在修行中有突飞猛进之意,使得他的消耗也变得比以往大了很多,白小纯也尝试过超级避古单,可此单只能解决基础消耗,对于修行来说,难以相助。 于是,在食量上,白小纯不知不觉的,竟比以往大了不少,以至于这小小青龙会,他吃了一个月,已经快要吃空了。 还请前辈放我们一马八,这一个月,我们自己都省吃俭用了,加上收取的保护费,甚至都加大了去贩卖只换单,可就算是这样,赚来的贡献点,也都不够您吃的。 最早被白小纯抓住的那位成衣修士,此刻哭丧着脸,眼巴巴的看着白小纯,一脸的可怜兮兮。 白小纯干咳一声,更不好意思了,他这一个月闭关,忘了当日入主青龙会时说出的好言,此刻一拍胸口,正要带着众人外出打地盘时,忽然白小纯听到了质换单这三个字,他愣了一下。 什么质换单,啊,质换单是这些年,在四大城内流传的一种灵药,此药没有太多功效,唯独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幻觉,修士吃下后,甚至可以某种程度在脑海里,去改造这种幻觉,变化出他想要的画面与世界。 教用无穷,纳成衣修士连忙开口,在白小纯要求下,他无奈地从储物袋内拿出一个小木盒,递给白小纯。 白小纯接过后打开一看,这小木盒内放着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黑色丹药,没有任何的药箱传出,他拿在手中看了看,很是惊奇。 神算子在一旁也看向这质换单,他虽听说过,可眼下也是第一次看到。 白小纯好奇,索性用指甲刮去这质换单外面的黑皮,眼看这么一枚质换单被如此糟蹋,青龙会的这些人都心痛起来。 可白小纯这里刮着刮着,原本好奇的神情开始了变化,成为了诧异,而后更是睁大了眼,直至最终,当那所有的黑皮都被挂掉后, 居然从这丹药内部,飞出了一缕灰色的烟丝。 在看到这烟丝的瞬间,不但白小纯这里呼吸急促,就连神算子也都在看到后面色大变,失声惊呼。 这不是勺足你的幻物吗?神算子话语一出,青龙会的那些人也都愣住,不知道神算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白小纯面色阴冷,右手抬起向着那一丝灰色烟丝一抓,拿在面前仔细地分辨之后, 他已经完全确定,这所谓的之幻丹,正是他在血溪宗炼药时,无意中创造出来的幻物。 这幻物后来在四宗大战时,白小纯还曾将其改进,以引力吃力环绕,形成了可被其他人使用的幻丹。 他怎么也没想到,居然在这星空道集宗内,看到了此物,而且明显的,这是被人再次改良,使得幻力被大幅度的削弱,无法产生太过严重的影响,可却能让人去改变自身的幻觉,沉浸在自己创造出的美好之中。 甚至还可以在那幻觉里,去辅助修行,种种妙用,白小纯身为药道大师,此刻略意感受,立刻就明悟在心。 只不过这丹药的改良很是粗糙,存在了一些弊端,可无论怎样,这也是从白小纯的幻物中提取出来,此事让白小纯的目中,露出了寒芒。 不告而取,是围道,白小纯咬牙开口,很是生气,看向青龙会众人。 这只换丹,从何而来,青龙会那两个成衣修士,此刻也觉得很不对劲,看到白小纯与神算子的表情。 二人呼吸略急,隐隐似猜到了什么,可又觉得不可思议,此刻听到白小纯的话语,二人不敢隐瞒,连忙开口。 是天空会,天空会作为空城最大的组织,把持整个空城一定份额的商家,更是控制着空城的地下世界,其内会员极多,而这只换丹,也正是天空会散出,我们这些小组织。 代为贩卖,赚取差价,第388章青龙崛起。 又是天空会,白小纯皱起眉头,目中寒芒一闪,看着手心内之前刮下的那些黑色的药粉,白小纯沉吟片刻后,看向青龙会众人。 这只换丹销量如何,非常好,仅仅是我们这里,一个月就可以卖出数百枚之多,若是算上整个北城,一个月怕是要数万,至于整个空城的话,至少20万以上的量啊,一枚质换丹的价格是50贡献点,一个月就是1000万贡献点啊。 青龙会的那两个成衣修士,此刻呼吸急促,双眼冒光,急忙说道。 白小纯一听这句话,眼睛灯绿了,呼吸陡然粗重起来。 天空会能用我的幻物赚取贡献点,我也可以。 你们等在这里,待我炼制出一批真品质换丹后,你们拿出去贩卖。 白小纯激动地站起身,直奔洞府那一处空房而去。 随着白小纯的离去,青龙会众人此刻都心底各有猜测,看向神算子时,不由得患得患失。 神算子,那致患丹,真的是,头领曾经炼制的。 还有头领这里,居然是要师。 他,他真的可以炼制出致患丹。 天啊,若此事是真,我们的好日子就来了。 神算子也激动,可看了看众人,他神色不露丝毫,而是微微一笑, 目中带着笃定之芒,向着众人点了点头。 你们放心就是,若是其他方面,我不敢保证,可恋要这里。 我家少组,无与伦比,青龙会众人听到此话,期待更强, 与此同时,那患得患失,也一样更为强烈起来。 房间内,白小纯在踏入后,猛的一挥手, 从他的储物袋内,竟飞出了数十个丹炉。 这些丹炉大小不等,都是白小纯在逆河宗时收集的。 对于幻丹,他炼制不是一次两次了,很是熟练,不需要去思考, 此刻同时展开多炉炼制。 他唯独要注意的,是控制好量,此丹不是对敌使用, 而是控制在一定范围的幻觉内。 如此一来,其重点就是在量上。 而这一点,白小纯作为幻物的创造者, 要比天空会的钥匙擅长太多, 他完全有把握,炼制出的幻丹, 比天空会的粗糙品,好上不止一个档次。 而且对于容纳这幻物的方式, 天空会的黑皮,给了白小纯灵感, 他研究之下,也将其改良一番, 与幻物一起炼制后,使之融在一起,不分彼此。 时间流逝,在外面青龙会众人焦急的等待中, 三天后,当白小纯满眼血丝却满是兴奋地走出房间时, 他袖子一甩,立刻一枚眉紫色的丹药从其储物袋内大量地飞出, 直接堆积在地面上,成了一座小山, 其数量之多,足有上千。 这一幕,立刻让青龙会的众人颤抖, 其中一个修士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后, 急速走出,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枚, 放在口中吞下,随后闭幕, 很快的,他的脸上就露出陶醉, 更有低吼,近乎疯狂。 可明显的,却没有什么身体的损耗, 四周众人都凝望着修士, 知道他是在施药, 当一炷香后,这修士还没有苏醒时, 所有青龙会之人,都动容起来。 超过了一炷香, 天空会的置换单, 也就是一炷香而已, 头领的这置换单,时间尽这么长。 而且看起来,没有不是, 在这青龙会众人哗然时, 又过去了一炷香, 那是要的修士才慢慢睁开了眼, 目中目出茫然的同时, 更带着前所未有的满足, 半晌后清醒过来, 他身体颤抖,激动地开口。 比天空会的置换单, 更真实, 更容易改造, 甚至会有种迷失感, 不需要去控制, 就自然而然地沉浸在内, 纯正无比, 这, 这才是置换单, 他话语一出, 青龙会众人顿时激动, 一个个呼呼喘着气, 看着那些置换单, 仿佛看到了无数的贡献点。 头领, 这些置换单, 交给我们了, 我们最多两个月, 一定可以卖出。 青龙会的那两个成衣修士, 振奋地大声开口, 此刻他们真的有种遇到了贵人之感, 怎么看白小纯, 怎么觉得白小纯高大无比。 白小纯虽有疲惫, 可神色一样振奋, 他满意地看着自己炼制的置换单的效果, 看向神算子。 这置换单的寿出, 要警惕天空会, 从其口中夺时, 要么不夺, 夺的话。 搅打小闹不是我要的结果, 神算子看到了白小纯目中的精芒, 若有所思, 点了点头, 他这段日子也打听了一下东城的事情, 知道了一个叫做白药师的人, 炼制的超级壁骨丹的事情, 以及天空会的做法。 内心早就九成肯定是白小纯了, 眼下又多了一成, 明白了为何白小纯要改变样子的同时, 即便是在这里, 也都没有说出名讳。 天空会, 神算子双眼眯起, 脑海转动着一个又一个毒计, 向着青龙会的众人一一安排下去。 白小纯在旁听了一会, 满意地看了看神算子, 觉得有神算子在, 自己总算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要是大家都在待多好, 那些无情无义之人, 抛弃了我, 白小纯想到徐宝才等人, 就郁闷起来, 没在理会众人, 而是去继续修行。 很快的, 在神算子的安排下, 青龙会的修饰全部动员起来, 甚至发动了亲朋好友, 一起加入到了贩卖之中, 更与凭着青龙会百年来的人脉关系, 与北城的其他交好的组织沟通, 将这批制缓单, 用最快的时间卖了出去。 得到的贡献点, 又将大部分都用在招兵买马上, 在这大家生存艰难的空城内, 只要肯付出贡献点, 人马永远不缺少。 而白小纯这里, 也没有闲着, 炼制制缓单的速度更快, 甚至最多的一次, 他一次性的炼了50多卢。 有着他这里在制缓单数量上的保障, 再有青龙会百年底运的人脉, 最终加上神算子的出谋划策与安排, 短短的时间内, 青龙会的变化之人,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其规模暴增, 每天都有大量的修饰被招录进来的同时, 制缓单的贩卖, 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 渐渐开始轰动北城。 而天空会对此事的察觉, 也因神算子的安排以及青龙会这条地头蛇的底蕴, 慢了一段时间, 虽慢的时间不长, 只有半个月, 可这半个月对于青龙会而言, 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当天空会研究之后, 开始重视的时候, 时间又过去了十天, 青龙会在这近乎一个月的时间里, 利用累计的磅駁的贡献点, 再加上白小纯孤注一致下, 将鳄鱼受东外了, 换取的贡献点, 使得其规模之大, 掌控的修饰数量, 已足有上千。 如此规模, 在空城内, 虽依旧算不得什么磅駁, 可却也到了让天空会皱眉的程度, 这种皱眉, 是如此程度的青龙会, 已不适合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因为一旦摩擦, 将触动星空到集中的规则。 在那规则下, 就算是天空会, 也都承受不起。 而白小纯这里, 对于炼制制换丹, 更为得心应手, 很多时候都是将丹炉放在那里, 他只是负责最开始的炼制与草药的搭配。 至于其他时间, 神算子亲自负责看守, 不允许外人靠近丝毫。 多出的时间, 白小纯除了每天必备的修行外, 他的生活也重新的奢华起来, 宝玉灵米已经不吃了, 现在吃的是以通天河水经过特殊方式培育出的通天灵米。 至于穷江也是如此, 就连做棋也都换成了一条碧眼麒麟溪, 威武霸气, 每次一外出, 身边都跟随上百人, 风光无限。 时间流逝, 很快又过去了两个月, 青龙会的扩张更大的同时, 将触手伸向了其他三个城区, 制换丹的销量暴增的同时, 也使得天空会的制换丹严重锐减。 毕竟两相对比之下, 层次历险, 而白小纯的生活更滋润了, 第389章人竟能这么活? 这里的东西太贵了, 这是半年前, 白小纯刚刚来到空城时的模样。 这个不错, 可有点贵啊, 赚了, 我咬咬牙, 买了, 这是白小纯炼制超级壁谷丹时的模样。 此物很好, 我要了, 这个, 则是白小纯在北城青龙会, 刚刚发展起来时的模样。 而现在, 这个, 那个, 还有这个, 这三个不要, 其他全要。 白小纯走入一间法宝阁内, 指着一面墙上的上百件法宝, 得意地开口。 他的四周, 店铺的伙计额头冒汗, 心跳加速, 只觉得眼前之人富贵逼人。 也不怪白小纯如此奢华, 他现在无论是吃的还是穿的, 又或者用的, 基本上都是最好的, 全身上下的行头价值加在一起, 不说百万贡献点, 可至少七八十万有了, 至于飞升彩虹之事, 他若是想, 很容易就能做到。 可白小纯舍不得这里啊, 他觉得彩虹上的生活, 一定没有这里滋润, 尤其是也找人打探过, 知道彩虹上的确是没有这么多享受时, 他就打定主意, 作为致死的这段时间, 自己留在这空城内, 才是最好的。 傻子才上去, 白小纯得意地哼了一声, 大摇大摆地带着身后众人, 在这北城内浩荡而去, 一路上无数人看到他这里, 都带着羡慕与尊敬, 白小纯心花怒放, 越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优秀了,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很快地风生水起。 他的要求不高, 也没有去理会青龙会此刻积累了多少贡献点, 当这贡献点的数量, 到了一定的程度后, 白小纯也都不在意了, 他只是知道, 足够青龙会与自己花销就是。 可快乐的生活中, 总是会出现一些让白小纯觉得不舒服的事情, 在青龙会的势力飞速膨胀中, 龙蛇混杂只是一方面, 空城内的各方势力, 尤其是天空会那里的暗中潜入, 此事每天都有。 甚至在青龙会的触手蔓延其他三个城区时, 还出现了很多传言, 这些传言里, 有的是江东城那引起公愤的白药师, 与白小纯这里重叠在一起的话语, 还有的则是传闻青龙会的无恶不作。 更有一部分, 直接点出纳志换单的廉价以及无穷危害, 总之所有的传闻, 都是从某个点去针对青龙会, 针对白小纯, 而若把这些点凝聚在一起, 则仿佛化作了一张大网, 正向着青龙会慢慢收拢。 此事是神算子察觉的, 神算子给自己的定位是藏在幕后的军师, 除了最早的那一批青龙会的修士, 外人见过他的很少, 当白小纯听神算子的汇报后, 立刻重视起来, 他知道天空会的阴损手段, 可以想象对方折服了几个月没出手, 这一次一旦出手, 必定是绝命一击。 白小纯重视后, 神算子就更重视, 而青龙会的修士, 也都因此极为重视, 发动权力, 开始阻止此事的发生, 可惜效果不好, 反倒越演越烈。 直至这一天黄昏时, 白小纯正在吃晚饭, 他的面前有一桌子零食, 山珍海味, 堆积如小山。 身边还有两个女修在温柔的道酒次后, 神算子在一旁正汇报青龙会的进展时, 洞府外, 立刻有人前来禀报。 头领, 经过我们数日的追查, 终于找到了这一次散出传闻的众多源头之一, 已将此人擒拿回来, 还请头领定夺。 白小纯拿着一个鸡腿, 听闻此话后, 轻昂了一声, 顿时一旁的神算子立刻一拍桌子, 虎甲虎威般的冷哼一声。 戴上来, 我倒要看看, 此人到底有多大的胆子, 居然敢造谣声势。 不多时, 阵阵惨叫从外面传来, 这惨叫声很是凄厉, 还带着颤音, 似恐惧的不得了, 回荡四方。 青龙会的诸位道友饶命, 我错了, 真的错了, 随着惨叫声越来越近, 一个披头散发的修士, 被两个青龙会的大汉直接拎到了白小纯与神算子的面前, 按在那里。 这修士惨叫, 也不挣扎, 任由那两个大汉按着, 直接跪在那里, 不敢抬头, 不断地哀嚎求饶。 青龙老大饶命, 晓得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这一次是晓得没张眼睛, 听信了天空会, 青龙老大我错了, 这修士惨叫, 声音凄惨, 很是可怜, 在那里不断地求饶。 可白小纯此刻却拿着鸡腿愣了, 仔细地看了那修士极眼, 一旁的神算子也是眼珠子都要冒出来, 也待在那里。 二人相互看了看, 顿时都认出, 这在那里不断求饶的修士, 居然就是, 曲宝才, 曲宝才一招残破, 披头散发, 脸上鼻青脸肿, 很是狼狈, 就连声音也都嘶哑, 低着头, 从始至终都不敢抬起, 显然是被吓得不得了。 白小纯干咳一声, 神色古怪, 吃了口手中的鸡腿后, 忽然大喊一声, 曲宝才, 曲宝才原本低着头, 背着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得一抖, 顿时惨叫, 正要继续求饶时忽然觉得这声音有些熟悉, 下意识地抬头后, 一眼就看到了, 在那一桌子山珍海味后, 一张陌生的面孔, 可在这陌生的面孔身边, 作者的居然是一脸神色古怪的神算子。 曲宝才整个人呆了, 露出茫然时, 他目中那张陌生的面孔, 突然变化了一下, 有那么一瞬间, 露出了只有他能看到的。 一张无比熟悉的面孔, 白, 曲宝才失声尖叫, 可话语还没等说完, 一个鸡腿飞来, 直接塞在了他的嘴里, 曲宝才脑海嗡鸣, 心神狂震, 脸上带着无法置信语不可思议, 彻底傻眼。 曲宝才, 你怎么弄得这么凄惨, 我以为我就够惨的了, 没想到你居然比我还惨。 白小纯咳嗽了一声, 看到徐宝才后, 很是开心地笑道。 按住徐宝才的那两个大汉, 一看这个样子, 立刻松开了徐宝才, 知道有些话不能听, 于是恭敬地快速退下。 曲宝才眼圈都红了, 他看着白小纯满身的珠光宝气, 红光满面, 还有那一桌子零食, 他粗略一算, 老海再次嗡名, 这全部价值在一起, 虽然不如一个黄衣弟子, 可也相差无几了, 这是他卖消息一甲子, 怕也无法赚到的。 尤其是白小纯居然还成为了青龙会的头领, 此事彻底颠覆了他的心神, 让他的眼泪忍不住留下。 还有白小纯身后那两个侍女, 竟不是真人, 而是唯妙唯笑的傀儡时, 徐宝才更是内心一颤, 他知道, 在这里, 这种傀儡比真人还要昂贵。 至于一旁的神算子, 徐宝才也留意到了, 全身身下闪闪发光, 面部饱满, 全身胸围散开, 明显的比几个月前要更上一层, 甚至距离结单也都更近一步时, 徐宝才的心中泛起无限的苦涩。 他此刻真的后悔了当初的决定, 一想到自己离开后, 这段日子的凄惨, 依靠贩卖消息换取微薄的收入, 而自傲打探消息的自己, 居然还不知道白小纯竟然是青龙会的头领。 他就傲悔异常, 尤其是一想到自己当初的离开, 竟错过了这么一场造化, 而白小纯这里竟达到了如此程度, 徐宝才就越发苦涩。 赵祖, 我错了, 徐宝才再次扑道, 眼巴巴地看着白小纯, 他此刻内心已打定主意, 就算是白小纯赶他走, 他死也不走。 算了, 你毕竟是我带来的, 我要对你负责, 虽然你们当初无情地把我抛弃了, 可我还是很大度的, 以后你跟我混吧。 白小纯很是大度的一挥手, 徐宝才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旁的神算子丹可一生, 觉得这句话很是耳熟。 今天晚了, 你先休息休息, 过几天我们再续旧吧。 白小纯此刻吃完了, 立刻有侍女上前拿出手帕为他擦嘴擦手, 白小纯低渴一声, 得意地抬起下巴, 淡淡地向着身边的侍女说了一句。 走, 扶老爷去炼丹, 立刻两个侍女过来, 扶着白小纯, 根本就不需要白小纯迈步, 如同漂浮一样, 直接扶走。 神算子赶紧起身, 很是熟练地在后面高呼一声。 恭送老爷, 说完, 神算子连忙抱拳深深一败。 看着被扶走远去的白小纯, 看着恭恭敬敬的神算子, 徐宝才再次傻眼, 他从来没想过, 居然还可以这么玩, 人竟然能这么活。 第三百九十张今夜, 将那白药师勤来。 我也要这么活, 徐宝才眼睛都红了, 望着远去的白小纯, 内心发下豪言壮志时, 神算子起身, 咳嗽一声, 看向徐宝才。 娶兄, 这才几个月没见, 你怎么这么惨? 徐宝才闻言立刻心底有怒, 当初就是这神算子说时, 他才选择离去, 可眼下知道自己不能露出, 于是赶紧脸上苦涩, 心底则是咒骂。 神算子也理亏, 此刻看了看徐宝才, 长叹一声。 你也别怨我, 我当时也没算出, 我们的这位少祖, 居然有如此惊人之力。 要知道在这空城内修为, 并不代表一切。 神算子敢开始, 为徐宝才安排了居所, 更是送出了不少贡献点作为零花钱。 一路上, 徐宝才看到了神算子在这青龙会的地位, 那是一人之下, 众人之上, 任何青罗会的修饰, 但凡能在这洞府内居住的, 都对神算子很是恭敬。 这一幕幕, 让徐宝才再次被刺激了。 这一夜, 徐宝才彻夜难眠, 第二天清晨时, 他红着眼走出房间, 在心底, 又立下了一个誓言。 我一定要在少祖的心中, 重要的程度超越神算子。 徐宝才的到来, 使得白小纯身边的护道者, 不但再多了一人, 更是因徐宝才被严重刺激, 他的卖力程度极大, 有他在, 以其擅长的消息打探以及散播传闻, 立刻就使得青龙会在这场传闻之争中, 不再是只能防守, 而是逐渐的反击, 甚至慢慢的都形成了规模。 这里面徐宝才的功劳极大, 他也是拼了一切, 爆发了自己的权力。 而白小纯这里, 就更清闲了, 谁算子案中管理, 徐宝才负责情报, 更有数十多位成一弟子, 作为一个个头领, 各自负责一方面, 使得整个青龙会的结构, 也慢慢稳定下来。 对外的发展, 却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更为大气, 使得致幻丹的售出, 越来越惊人。 而天空会在这段时间, 实际上暗中有了很多手段, 可这些手段在单独对付一个人时或许有效, 哪怕是一个小组织, 也一样有作用, 可青龙会的发展实在太快了, 如此快的速度, 使得天空会的那些办法, 都失去了效果。 而传闻之事, 原本只是他们计划中的一个环节, 可眼下, 在这环节上的失败, 也影响了其他的安排, 使得天空会对青龙会这里, 怒意更多。 偏偏此事尚不得台面, 天空会也研究了白小纯的致幻丹, 甚至他们已确定了一点, 青龙会的魁首, 就是当初超级毕鼓丹的创造者白药师。 甚至他们也去调查了白小纯的来历, 可却一所无惑, 而他们安排在青龙会的密探, 短时间也查不出什么, 毕竟整个青龙会内, 知道白小纯修为之人不多, 在神算子的安排下, 这些人老门知道分寸, 守口如瓶, 此事也让他们顾忌很多, 不过在星空道集中, 查不出来历的人也不在少数, 至于从智幻丹本身的方向去寻找, 也是如此, 这只幻丹他们是偶然得到, 并非知道来历, 而东麦修真界太大, 发生在中下游的事情, 短时间也传不到这里来。 所以一段时日后, 天空会眼看青龙会的发展更为庞大, 且智幻丹的销量已超越了天空会后, 他们终于忍不住了。 天空会在中城区域的山门内, 经过短暂的商议后, 原本有人提议继续动用一些手段, 使得青龙会分崩离析, 只不过时间会略慢一些, 可就在这时, 一声冷哼传出。 不能再等了, 我们天空会, 不是不能动用武力解决问题, 而是我们不愿打破规则, 不过这青龙会既如此不知好歹。 你们不用继续商议了, 时间久了, 怕是很多人都忘记了我们天空会的力量, 今夜, 将那白药师请来。 那白药师修为来历未知, 修为未知, 此事。 有人迟疑道, 这天下未知知识太多, 难道遇到一个, 我们就退缩不成, 他来历再大, 能比得过我天空会背后的天人家族吗? 他修为再高, 别说原因天人了, 就连结丹, 都不可能, 若是结丹境的强者, 他早就一心去彩虹, 怎么可能花费时间去炼药? 话语一出, 天空会山门内众人沉默, 说话之人地位太高, 其他人相互看了看, 尽管也觉得不妥, 可却不好继续开口。 很快的, 整个天空会就动了起来, 天空会内, 唯有结丹修士, 最强的就是筑基大员满载进一步的甲丹境界, 毕竟空城内只有赤城两色弟子, 一旦黄袍, 就会飞升, 轻易不得降临。 这一次为了对付白小纯, 贾丹修士竟出动了十人, 还有数十个筑基大员满, 以及更多的筑基后期。 连夜潜入北城, 直奔青龙会所在洞府而去。 这股力量, 在空城中, 足以横扫很多小势力了。 他们的速度飞快, 这一次又是突然袭击, 围的就是如斩首一样, 以雷霆之力在青龙会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将白小纯擒拿, 若是无法擒拿, 击杀也可。 这一夜, 月黑风高, 白小纯正在洞府内盘膝打坐, 修行寒门仰念绝, 经过这段日子的修炼, 他已经快要接近下寒的巅峰了。 他的身体内外, 此刻寒气逼人, 使得四周的墙壁也都凝结了一层又一层的寒霜。 好在白小纯的修炼内脸, 否则的话, 这寒气的外散, 就可让柱姬修饰全身冻僵。 在这修炼中, 白小纯定气凝神, 可突然的, 他双眼缓缓睁开, 抬头看向外面时, 神色有些古怪, 干咳一声, 没有理会, 继续打坐。 就在白小纯闭幕后不久, 洞府外, 一道道身影急速而来, 很快地就靠近到了洞府, 相互看了看后, 立刻冲杀进去, 当一闯入, 顿时青龙会洞府外的阵法骤然开启。 几乎在开启的刹那, 空明滔天, 天空会的修饰, 凭着众人强悍之力, 生生地轰开, 杀入进来, 青龙会内立刻反应, 拦截的同时, 呲吼之声, 术法之音, 顿时扩散四方。 滚开, 那十个假单修饰在前, 一路轰杀, 他们突然袭击, 使得青龙会哪怕准备做多, 也有措手不及, 连连后退时, 青龙会的几个头领, 更是认出了这十个强悍的修饰。 假单境界, 这些头领纷纷吸气时, 那十个假单修饰催枯拉朽, 轰杀而过。 青龙魁首, 就在那个房间, 与此同时, 天空会安排在青龙会的密探, 也都陆续出现, 指点方向的同时, 那十个假单修饰, 神色巨傲, 化作长红直奔白小唇的居所, 刹那临近后, 前方最快的六个假单修饰没有停顿, 直接气势汹汹, 甚至带着一丝轻孽, 骤然闯入。 另外四人索性停在外面, 阻止外人来救援。 今夜过后, 青龙在吴魁首, 其中一个假单修饰傲然开口, 这一刻,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青龙会的修饰顿时焦急, 天空会的修饰则是冷笑, 已做好了完成任务, 只等一声轰鸣后, 立刻离去的准备。 可就在这时, 众人等待的轰鸣声, 竟没有从白小唇的居所内转出, 那之前冲入进去的六个假单修饰, 居然在闯入内, 没有传出丝毫声音, 即便是打斗声也都没有, 安静无比, 鸦雀无声。 这一幕, 顿时让四周人一愣, 神算子与徐宝才也在人群内, 二人都目中带着不屑。 怎么回事, 众人都吸了口气, 看向白小唇的居所时, 此刻隐隐觉得不对劲, 那看似平凡的甚至有些残片的乌射, 里面一片漆黑, 仿佛一张大口, 让人忍不住全身一寒。 另外他四个假单修饰, 此刻呼吸急促, 四人相互看了看后, 狠狠一咬牙, 若就这么离去, 他们没法交代, 此刻彼此看了看, 齐齐飞出, 四人合力, 一起靠近乌射, 要去看个究竟, 刹那间, 四人就轰杀而去, 可就在他们靠近的刹那, 突然的, 一股寒气从乌射内散发出来, 向着四周猛的扩散。 那四人顿时就被这寒气弥漫, 他们的身体瞬间就如被冰封, 一个个睁大了眼, 露出无法置信, 唯独其中一个假单修饰, 在被冰封时, 体内有一道红光散出, 那是一张符文, 此刻正在燃烧, 借助这燃烧之力, 这修饰勉强后退几步, 面色苍白, 双目带着骇然与惊恐, 失声惊呼, 结单。